让真菌细菌微生物和蚯蚓为我们工作 我们只负责为这些小工人们提供食物和生活环境 他们就会把我们不用的厨余生活和花园废料 变成营养丰富的对植物非常健康的养料 这就是让许多种植爱好者都上瘾的堆肥 大家好我是爱种菜的喜小厨 今天我就来说一说堆肥时你必须知道的那些事 堆肥里的有机质程度非常高 除了富含植物所需的各种营养 还能起到改善土壤的作用 今天我要介绍的堆肥常识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我要介绍有机肥的种类有哪些 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让您对堆肥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之后 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堆肥方式 第二方面非常的实用 就是在有氧的堆肥中 哪些东西是可以使用的用来堆肥 而哪些东西虽然是有机的 但是却不可以放入堆肥中 第三方面我要说说在堆肥中遇到的常见问题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 并且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有效的解决方法 和之前的几期一样 我会把这些内容按照时间点 在说明描述中写上目录 时间紧张的朋友们可以按需观看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堆肥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有氧堆肥 也叫做耗氧堆肥 另一类叫做无氧堆肥 也称为厌氧堆肥 这两类堆肥的主要原理 都是利用生物来分解有机质的方法 有氧堆肥利用的是耗氧菌 而无氧堆肥利用的是厌氧菌 只要操作得当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有机肥 我们先来说说有氧堆肥 有氧堆肥需要充足的氧气 适合的温度和水分 利用耗氧菌将有机物进行发酵和分解 它的优点呢 一个是相对于无氧来说分解得更快 而且设备要求更低 参数控制比较简单 你可以直接在后院挖一个坑 或者垫一个堆肥箱就行 有氧堆肥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最后不但会收获腐熟的有机肥料 还会收获很多的蚯蚓 大家都知道有蚯蚓参与的堆肥和土壤 会越来越肥沃的 而有机堆肥的缺点呢 我认为有两点 一个是它对垃圾的分类要求较高 有很多无氧堆肥中使用的材料 并不适合在有氧堆肥中使用 另一个呢 是需要在室外进行 需要有一个室外的空间 所以这种方法并不适合住在公寓 或者是没有院子的家庭 下面再说说无氧堆肥 无氧堆肥是在一个封闭的 或者间歇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 是一种利用艳养微生物 使有机物转化为甲烷和氨的 艳养消化技术 优点呢 第一 工艺简单 不需要进行通风 第二呢 是占用空间小 可以在室内进行 它的缺点呢 就是打开堆肥容器时 会有一股不好的气味 但是由于无氧堆肥呢 都是有盖子的 并且是密封的 所以这个气味呢 一般盖上盖子就闻不到了 最出名的无氧堆肥 就是近几年来流行的波卡锡堆肥法 英文叫Bocashi 使用波卡锡桶堆肥 对空间的需求较小 只需要一个10到20升的桶 桶呢 能略出液体 其实阶段还需要投放一些 粉末状或液体的微生物群 叫做EM菌 英文的全称是 Effective Microorganism 放进去之后 不需要搅拌 这种堆肥法呢 会有蔬果发酵的气味 但是因为桶是密封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味道 是可以忽略的 这种堆肥方式非常适合在室内进行 不需要院子 很适合在公寓和城市里的种植爱好者使用 你喜欢哪种堆肥呢 欢迎留言告诉大家 和大家分享你的经历哦 虽然呢 很多东西都是有机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材料 对大多数的家庭堆肥都是安全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哪些是可以放心的倒进堆肥箱里的 而哪些呢 却不能放进堆肥箱中 否则会发生你意想不到的后果 首先 可以放进堆肥箱中的 我把可以放进堆肥箱中的有机垃圾 分成了四类 第一类 厨余类 厨余类呢 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植物类的 就是素的 另一种呢 就是动物类的 就是我们说的荤的 素的可以放入堆肥箱的厨余类呢 有果皮 吃剩的水果 腐烂的水果 不要的菜叶 茶叶渣 用过的茶包 咖啡渣 中药渣 榨之后的残渣 花生壳 瓜子壳 豆渣 变质的豆制品等等 荤的厨余类呢 包括了鸡蛋壳 鸡蛋壳 虾壳 蟹壳 贝壳类的 还有鸡毛 鸭毛 和动物的毛发 可以放进堆肥箱里的第二类 是花园的废料类 包括了树叶 剪下的植物的枝叶 除草除下来的草屑 花草 和木屑等 第三类是粪便类 这些包括了素食的禽类和畜类的粪便 例如鸡粪 鸭粪 鸭子粪 牛粪 羊粪 马粪等等 第四类属于生活用品类 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打印纸 报纸 和纸壳 以上是可以放进堆肥箱中的 现在呢 我们要来说一说 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记住 不可以放进堆肥箱中的有机物品 有哪些 我把不可以堆肥的物品分成了六类 第一 肉食类动物的粪便 像猫啊狗啊猪啊这样的粪便 理论上是可以堆肥的 但是它们的粪便呢 可能会携带可传播疾病的病原体 要杀死这些病原体 需要非常热的温度 所以你的堆肥如果没有加热的条件 或者是你不想担心这些病原体的存在 那么这些肉食动物的粪便 就不要放在堆肥之中了 第二类 生病的花园肺料 不要将有虫害和病坏的植物 放到堆肥中 堆肥的过程并不会杀死这些疾病 反而会使这些害虫和疾病繁殖的更多 之后会通过堆肥 传播到其他的健康植物上 所以这些有病害的植物呢 既不要放入堆肥中 也不要放进绿色垃圾桶中 最好是把它烧掉 或者是丢到生活垃圾桶中 不要放进堆肥中的第三类 喷洒过农药的绿色废弃物 例如喷过农药的植物汁液和花草等 这些物质都含有太多的化学成分 也不适合堆肥 5. 剩菜汤 为了接近它们去损坏堆肥箱 如果非要使用的话 我建议要挖一个很深的坑 把它们深深的埋在土层里 而不是放在堆肥中 或者你可以使用它们在封闭式的无氧堆肥中进行无氧堆肥 除了以上的这些可以堆肥和不可以堆肥的有机物 还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堆肥的 但是在放进堆肥箱之前需要注意和处理的 这些物品是可以放 但不能随意放 不能直接放 可以挑剔的放 处理一下再放 其中包括了 1. 面包 米饭 面条 鸡蛋壳和乳制品 含有鸡蛋类乳制品 或油脂的食物残渣 尽管它们堆肥有益 但是它们可能会吸引老鼠 富鼠等夜行动物 同时也可能会引起意外的虫害问题 所以如果堆肥箱是有盖子 并且是不裸露的 那么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如果堆肥箱是那种敞开式的 或者是有裸露的部分 这些物品就不要放了 鸡蛋壳呢 要是放在有盖子的堆肥箱中 是不需要清洗的 要是放在敞开式的堆肥箱中 为了避免吸引一些小动物和虫子 需要把氮青液清洗干净再放入 二 熟的厨余类 包括了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和饼干等 这些熟的厨余中 往往含有油啊盐啊等成分 如果这里面的盐分和油分含量比较高 直接用来堆肥的话 就会增加堆肥的难度 并且影响堆肥的效果 所以在收集这些熟厨余的时候 建议要将汤汁倒掉 然后将菜渣用水冲洗后 将其滤干再放入堆肥之中 在堆肥中呢 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和麻烦 今天呢小厨就总结了三种最常见的问题 让我们来看一看 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第一个问题 有异味堆肥箱里的味道非常大 造成异味的原因呢 包括了堆肥太湿 氧气不足 或者是酸性太强 减少和清除异味的方法 您可以尝试以下四种方式 一 在堆肥的底部附上一层树枝或者是木条 这样可以改善堆肥的排水能力 二 经常的翻动 让空气流通的更好 三 加入一些石灰或者是草木灰 来降低酸性 四 加入一些含碳丰富的材料 例如 干树枝 干的草 纸 纸壳 和没有化学成分的木屑 蛋壳等 第二个问题 堆肥里的有机物分解得非常慢 造成分解过慢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 是空气不足 湿度不够 或者是温度太低 第二点呢 是原料配比不合适 想要加快堆肥的分解速度呢 您可以参考并结合以下六个做法 第一个方法 尽量把原料处理成更小的块 块越小 分解的就越快 第二个方法 加水 增加堆肥的湿度 第三个方法 经常的翻动 让空气流动起来 第四个方法 将堆肥的地点 设置在有阳光的位置 以此来增加堆肥的温度 第五个方法 改善原料的配比 基本上 让含碳丰富的原料 和含氮丰富的原料 配比是1比1的组合 第六个方法 是加入一些做好的腐熟的有机肥进去 这样可以促进帮助加速分解 第三个问题 常由小动物来光顾 由于有许多的食品和有机物 在某些条件下经常会引来驱虫 蟑螂和小老鼠这样的小动物 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参考以下四个方法 一 如果是非常开实的堆肥筒 记住每次使用过后 要把盖子盖盐 第二 在每次倒完厨余之后 上面覆盖一层土 这样可以掩盖住厨余的气味 让小动物们比较难发现 第三个方法 避免添加肉类乳制品和面包米饭 这样的粮食和粪便这样的有机物 第四个方法 要经常的翻动堆肥 避免老鼠在里面坐窝 在配置堆肥的原料时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量 这个量是一个比率 就是碳氮比 简单的说就是堆肥中含有的 碳元素和氮元素的比例 最完美的碳氮比 是在25比1和30比1之间 在这个比例时 发酵分解的速度是最快的 所以在制作有机堆肥时 在决定各个原料要放多少的时候 要考虑哪些是富含碳元素的材料 而哪些材料含氮元素有比较多 这个具体哪些材料富含哪些元素比较多 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一期小厨就先不说了 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先点个赞 然后订阅一下 喜小厨的频道 继续关注我 我们之后会专门找一期 来介绍这方面的内容 有机肥真是好处多多 它不仅能够改善土壤 让我们心爱的植物 能够健康的成长 减少人工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 同时也能帮助人类 减少垃圾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而且还能省下不少的肥料钱 这样一己多得的事情 是不是应该大力提倡呢 喜欢的朋友 不妨动手试一试 试过了 欢迎回来留言分享心得哦 好了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 关于堆肥的介绍 别忘了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下一期 再见